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伟老师 你今天所收看的是经济学杂志导读的示范课程 还有再再说明一对一教学最大的优点 再重复一遍 一对一教学最大的优点 我们看经济学杂志的标题 Current Edition他讲的ESG Three letters that won't save the planet 这三个字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的星球 这个星球到底在这三个字里面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我们往下面文章来看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商业栏目下面 有一个special report 这个是代表三个月一季才会出现的标题 特别就在说明这种企业 这种企业各位看到这个动作 感觉都没有把它清理干净吗 只是让你看不到 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篇文章 ESG的investing in need of clean up invest这个字 你先看到有老师帮忙教学的优点 荧幕上你可以看到invice投资 我就告诉你说几个重要的投资的变化 就可以把它背清楚了 这个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需要迫切地把它进行修补的动作 这个ESG是三个英文字 这代表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荧幕上来看 原来ESG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各位同学听听看发音我在讲解 What is ESG and examples ESG is a system for how to mea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company or investment in three specific categorie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ethical investing, sustainable investing and impact investing are more general terms 也就是说他有各种的说法 简单来说ESG有牵扯到三个重点 一个是环境的 二是社会 三个这个字 你可能看不懂 说这个字不是政府吗 而且问过学生 政府这个字 如果govern加上OR是什么职业 很多学生都回答跟政府有关 就是没有讲到正确答案 就这个呢 这里govern是政府 government是政府 govern是州长 今天看了这个叫治理 也是机构跟最高层次的管理体系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社会企业 你这样就明白了社会企业 对环境对社会 对整个治理都是很好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定义的社会企业 各位可以明白了吗 我下面放着中文代表我讲解过了 所以在看到网路上我们去Google 去搜寻更多的社会企业 代表什么什么因素 我们先听听看这一段吧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罗老师帮忙比较重要 其实在这边他是形容词 形容词N的名词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反正就告诉我们 总之有三个因素 那就是一二三 那代表什么东西 这是片语 也不是我们重要的重点 而是apply apply这个字 你用老师帮忙就可以让你复习 apply这个字就是两个意思 一个叫A 一个叫B 这一次都不一样 他有他的名词重点用法 是代表说 他告诉你说 不是只是赚钱为主的因素 而是有其他三个的 环境社会的 跟所谓的治理的简单来说 就是代表三个因素 我们要共同去理解 共同配合 但是必须告诉我们 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风险 一定是有很多假的出现的 这假的出现才会很可怕 就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看 下年有些三个重要的注释 有时候我们了解 他到底怎么出现很多问题的 这下面就出了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一二三 三件因素的了解 为什么这三个推理的过程重要 检查的过程 再听一下 所以更看得出来 就指的是社会企业 三个位置 这边没有据点 他就把它连的定下去 这是Google发言的缺点 Pillar这个字叫柱子 各位知道吗 柱子有另外一个单子 就是你找老师上课 最大的有趣跟学习 希望你能答对 那个字叫Colin也可以当柱子 这就是我们学英文 有老师讲几比较重的地方 当然我还会跟你讲Colin 这个单子有什么其他的用法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小重点 发售费用 还是我们生殖能各种变化 就代表说 社会企业第一个 你依赖化石人类有多少 再来你的水 跟其他的自愿的运用管理如何 再来第三个污染 对啊这个最重要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文章标题 各位就瞬间可以明白了 一样我们听听看今天的朗读 这边有一个字超级难的 它叫卫善 那卫善这个字要怎么背它呢 第一个你要从发音来背嘛 第二个东西最棒的地方是 我把它放在什么位置 卫善卫善 就代表很多人做善事 做善事各位有背过这个字啊 这是我们英文被作善事最棒的一个基本单子 对不起我一直打不到这个单子 这样讲我把它放在这里 慷慨的人基本上可能就是为善之人 哦这边看的例句你要看到没有 宗教领袖道貌岸然 也是为善这个字最有趣的代表 所以代表说 我们要清除一些可怕的社会企业 那到底谁是联网老师 一幕上你可以看到 我讲解经历学院杂志超过十年的时间 全台湾只有我讲解 如果还有其他人讲解 对不起 我讲解的时间超过十年 两千四百六十篇文章 礼拜一我要讲解这一篇文章了 各位可以看到我努力的时间 这么大的时间不断的突破 所以这个就是我投资所下面的努力 那当然林文老师还有做了什么大事呢 在一幕上你可以看到 我讲解的还有BBC 还有各杂志 不管是托福 多艺雅思 或者是空音 Oplus 彭谋会英语 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 我几乎都有杂志讲解 跟他做解释 时间累积久了 效果特好 还有为什么上课一次三十分钟呢 各位知道答案简单 少量多餐 能够找老师的通常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英文不是很强的 不是很强的 少量多长 把它切成两段 切成三段 效果超好的 再说一遍 效果超好的 所以欢迎来找我上课咯 三十分钟五百块钱 基本上来说是非常划算 等你找我咯 拜拜 拜拜